就是如果不是处男的话就是很喜欢玩玩去那种啊 不反对 我觉得只要洋人喜欢就好了 其他的不用在意那么多 愿意啊 都行啊 没什么所谓 看他对自己好不好吧 都无所谓了 看他对我好不好吧 如果是处男但是对我不好 而且就有很多无法接受的那些习惯的话 也不会跟他在一起 不愿意 可能很多东西要教 那请问小姐姐具体教他什么 教他怎样和女朋友相处 因为一般都会比较直吧 那些处男的话 所以要教他很多东西 愿意啊 我觉得处男和不是处男都一样的啊 对啊 只要自己喜欢就行啊 不大愿意吗 活不好吗 那如果是你发现那不是处男怎么办 也没关系啊 我觉得个人也不是很在意这种东西啊 首先得问一下原因吧 如果合理的话我可以原谅 人没有说就因为是男朋友嘛 我觉得是每个时间段 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 那就看他自己都是看青春切断的话都不一样了嘛 所以就随缘就好了 不会那么在意 我真的想要下一个人 就跟他人一样 由于是有丁导的 你不要有一个人 我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